女星丁小琴38岁弟弟家中暴毙 曾向姐姐施暴,用刀恐吓母亲 据台媒报道,女星丁小琴的弟弟丁允熙 于8月14日晚间80被母亲发现沉湿家中 据悉,14日清晨丁允熙还在家中喝酒 丁母早上出门上班并未注意儿子的情况 回家后查看才发现儿子已经死亡 姐身上还有试斑 现场留有酒瓶及不明药物 疑似是酗酒休克暴毙身亡 不过那个时候关于丁小琴的感情生活传闻 就是相当混乱的她的绯闻前男友 包括5566组合成员孙邪志 日本乐队乐之海成员苏志索 据传她还在很多年前 与杨谦化的老公丁子高交往过一段时间 今年6月,丁小琴向警方申请了保护令 其理由是在4月时弟弟丁允熙曾对她施暴 并用两种刀恐吓二人的母亲 优优独播剧场上